一周之内美军向朝鲜半岛上空派出四种侦察机 美军费尽心思在看什么 四种平台你看光学侦察模式有 雷达侦察模式有 红外侦察模式还有 日本咬定朝鲜试射武器为弹道导弹 极力渲染朝鲜威胁 朝鲜怒骂日本 宣称让你好好看看什么是弹道导弹 这个火箭弹和这个弹道导弹 可能呢日本傻傻分不清 那日本呢直接说这是弹道导弹 无疑是捅到了这个朝鲜的这个废管子上 距离朝鲜划定的无核化谈判期限越来越近 朝方宣称朝鲜准备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完全取决于美国的选择 这个礼拜里一定是装满了愤怒 那下一阶段呢涉及到的是核心的问题 是啃不下的这个硬骨头 在2019年仅剩的26天里 朝美之间是否会有大新闻发生 朝鲜半岛局势能否有所突破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周四好 我是嘉明 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朝鲜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近日朝鲜给美国划出红线 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 美国必须要拿出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 无核化谈判的新方案 而美国是怎样回应的呢 我们来放大第一张图 美国的回应就是 一周之内派出了四种型号的侦察机 飞零朝鲜半岛的上空 而这部分的侦察机还是从日本起飞的 我们来放大第二张图 近日朝鲜嘲笑日本说 你们的首相连弹道导弹和火箭炮都分不清楚 没关系 我们有 有机会 我们给你展示一下 我们再来放大第三张图 的确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这二十多天时间里 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吗 会出现闪电式的金特会吗 没有人知道 因为美国已经让这个世界 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来看今天的观察短片 据韩联社报道称 12月3号美军E8C联合星侦察机 在朝鲜半岛空域巡航 报道显示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 美军先后派出E8C联合星 RC-135卯捷 U-2S蛟龙夫人 以及EP-3E白羊座等多型侦察机 飞零半岛上空 韩联社原引美国媒体消息透露 12月2号美军RC-135W侦察机 在韩国首都圈上空 9,448米的高度飞行 在此前的11月30号 美军U-2S侦察机 在韩国首都圈 江源道和中青道上空巡航 据悉在2万米高空 飞行了7到8个小时 韩媒报道指出 多年来美军侦察机 经常从韩国或日本起飞 前往朝鲜边境 执行监视任务 但是近期美军侦察机 出现在半岛上空的次数 比过去明显增多 令人心生疑惑 韩军方人士认为 美军侦察机 最近在执行任务时 都打开了位置识别设备 意在展示对朝监视能力 四个型号的侦察机 接连前往朝鲜半岛 美军在看什么 美国会不会给出 朝鲜想要的答案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苏女士和杜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中间 首先请教苏女士 朝鲜是不是真的 有点等不下去了 我们会看到当前 朝鲜半岛的形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地区热点问题 确实发展呈现出 此前不太常见的一种情况 过去朝鲜半岛是起起伏伏 大家看朝鲜半岛 局势发展就像追剧一样 一会儿局势紧张 战争一触即发 然后一会儿似乎 又相对的这种平稳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朝鲜半岛的 这种局势呢 对于朝鲜来说 您说的这个等不及 是因为弹也弹不下去 打也打不起来 所以呢 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而在这种胶着中呢 确实这个朝鲜的耐心呢 是在一种耗尽的过程中 那请教杜先生 美国的回应居然是 一周派出了 四种型号的侦察机 他想干什么 这个四种侦察机 几乎都可以被称 为战略之眼 对狭小的朝鲜进行侦察 可以获得很多情报 因为最近朝鲜的地面 很多异动 大概这些平台呢 是各有侧重 像艾瑟135 这个几乎在每次节目中 对应乎都给提到 俄罗斯周边有 在朝鲜周边 也会大量出现 因为现在朝鲜的 不明发射物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如果通过 对它弹道性质测定 大致可以判断出 它的发射地点 飞行高度 落点和飞行参数 随不排除这种飞机 是对不明飞行物 进行定性 像一巴飞机 主要是看地面 那些海温战争 包括伊拉克战争 那些移动的 飞猫腿导弹发射架 都是通过一巴飞机 进行侦察和监视 它发现如果是火箭弹 或者导弹发射 它有个车 那个车一定是个移动目标 如果通过一巴 来去那种 从哪出发 在哪个地方停止 在哪个地方发射 它大致可以 把这路径 进行侦察和分析 像现在的EP3 主要是电子站飞机 这架飞机 号称是 无线电系好的吸尘器 如果电台 还有各种频率发现 导弹 包括这个制导的火箭 有各种制导信号 它也可以去 进行搜集和整理 所以现在看呢 这些信息 如果综合整理之后 对于确定 那些不明发射物的性质 有重要作用 右二飞机都很熟 它主要通过照片 通过其他的 高清的对地模式 去看看 在这个周边 还有什么样的阵地 这车不可能孤立出现 一定是从某个地区出现 这个地区 如果详细侦察之后 它的性质 数量 包括规模 也可以有一个清晰的结论 所以这四个平台 在半岛地区的飞行 是各司其职 而且通过情报的综合 以比对 包括核实验证 可以得到更多 有用的信息 那这是不是说明 其实美国现在加紧了 对朝鲜的监控 至少说明特别重视 如果对一个 12.6万平方公里 狭窄的国土面积的朝鲜 这么重视 从来没有过 像以前对苏联 进行各种侦察 大概也是出动 四种飞机中的一种 不可能把所有的飞机 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进行严密的侦察和监视 如果四种平台 你看光学侦察模式有 雷达侦察模式有 另外 现在各种 这个红外侦察模式 还有 就多种模式 对它进行侦察 从目前我们对半岛观察 去分析 很少出现 那请查 孙女士 美国就不怕 这个举动激怒朝鲜吗 应该说 从目前来说 美国的这样的一种 密集的侦察 我觉得还是反映出 美国对于朝鲜半岛的 它的政策的这种延续性 而不是一种突发性 或者是政策上的转折 对于美方来说 当前对于朝鲜 一方面希望能够 保证与朝鲜之间进行沟通 保证朝鲜能够 按照美国的剧本来进行演戏 但同时美国也知道 朝鲜确实是一个 不太可以进行预测 或者是不太可控的国家 这个时候多看一看 对于美方来说 是没有坏处的 而对于朝鲜来说 应该说被看惯了 所以此时尽管如此密集 像刚才杜老师所说 是这种前所未有的 加大强度烈度地 对朝鲜进行侦察 但是从这种 实际的效果来说 对于朝鲜的这种安全 并没有带来 特别直接的影响 那激怒朝鲜的可能性 也并不是特别大 请教宋女士 你觉得朝鲜最近又是试射 又是给美国 划出时间的红线 这对美国来说有效吗 其实我觉得近一时期 我们看到朝鲜半岛 出现的一些这种 安全环境上的变化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试射的活动 我倒是认为朝鲜 近一时期 它主要的敲打的对象 是韩国 因为我们会看到 在去年的9月19日 朝韩之间是签署了 这个军事协定的 而这个军事协议 其实它的核心 是使双方之间的 这种军事对峙 有所降温 韩国在今年的9月18日 曾经有点得意洋洋地说 在一年过去之后 会发现 这个协议执行的 还是相对良好的 过去朝鲜经常在 这个军事分界线的 五公里内 进行这种试射 然后进行一些演练 但是从去年的919 到今年的918 这个一年的时间内 朝方似乎行动 是非常克制的 甚至韩方说 朝鲜把自己的这个炮 都盖起来了 就是不再用了 这样的一种行动 让韩国感觉到很安全 那正因为 韩国发出了 这样的信息 所以现在朝鲜 正是抓住了 你的这种所谓的 安全感来进行打牌 朝鲜所要要的 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合作 那你既然经济上的合作 落实不了 那我在这个军事上 敲打敲打你 你也没有脾气 所以此时 对韩方这种刺激 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更多地 对朝鲜半岛的问题 保持一定的关注度 不要让这个问题 热点问题 沉下去冷下去 这并不符合朝鲜 当前希望美国 能够与朝方进行接触 同时有所妥协的 这种总体的目标 而是不是对美国 产生了一定刺激 从现在来看 尤其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美方的这种集中侦察来看 确实美国接收到了 这个信号 知道朝鲜是杀鸡给猴看 通过警告韩国的方式 告诉美国 应该我们继续推动 所以也要观察观察 朝鲜的杀鸡的行动 它到底有多大的危害性 美军的侦察机 让朝鲜半岛局势升温 而日本也在旁边添了一把火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朝鲜和日本近来关系很不融洽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11月28号成功进行了 超大型火箭炮连发试射以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 朝鲜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 并表示朝鲜的动作 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 对此朝鲜外务省负责 日本事务的副局长 发表了题为 安倍真是有眼无珠的文章 怒骂日本首相 还表示 安倍也许很快就能近距离 看到真正的弹道导弹 到时可以好好对比 火箭炮和导弹之间的区别 朝鲜方面认为 目前朝美协商处于胶着状态 日本政府此时喊出朝鲜威胁 是为了讨好华盛顿 日美认为 朝鲜点名批评安倍 再次凸显平壤方面 拒绝和东京进行 无条件领导人会谈的立场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 菅义美认为 今后朝鲜还会继续 进行武器试射 为此 东京将继续加强 日美之间的紧密沟通 在情报搜集 警戒监视方面 做好准备 日本为何此时 极力渲染朝鲜威胁 朝鲜怒怼日本 是不是指丧骂怀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请到杜先生 朝鲜说安倍 导弹和火箭炮 傻傻地分不清 如果你想看我有 你怎么解读 这个的确是个难题 随着现在制导火箭弹 越来越像导弹 制导火箭弹和导弹的区别 越来越小 如看之前 这种简易的制导火箭弹和导弹 它有好多区别 你比如说从本身去分析 它第一它打不远 第二它打不准 第三它打得起 按照一般火箭弹 一般100公里范围内 这已经很了不起的射程 我记得海文战争 美国把钢羽M270打了之后 说叫70公里的大炮 对美国地面作战能力 和火力打击能力 带来的重要影响 而且是方格毁灭者 就一个左标格 一个四骑射 完全可以毁掉 所以当时那个射程 是火炮里最远的 但是你想导弹能打多远 一般的战术导弹 三四百公里 五六百公里 中射导弹 1500公里以上 所以从射程来看 这种火箭弹 它再远 它也没有办法 跟导弹进行抗衡 因为打得打不准 你现在是简易制导 跟导弹相比 它不是全程制导 你应该导弹出去后 然后灌导 末段 包括几个层次的衔接 最后准确 命中目标 百步穿扬 但是制导火箭 一般它只在末段 有几秒钟的制导时间 它为了省钱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对目标的攻击效果 包括打击精度 跟导弹相比 有重大差距 第三 打得起 导弹动不动上千万 这个火箭弹 改不改为 大概是几百万 这样在火力打击过程中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 这种武器装备进行攻击 但现在看 好像这几个标准 都在逐渐模糊 你像朝鲜发射的 大口径火箭弹 口径370毫米 比一般的战术导弹 还要粗 而且按照美方给的数据 370公里射程 弹套高90公里 这比一般的战术 弹的导弹打得还要远 俄罗斯说 我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没有彩虹线 射程300到400公里 如果它是370公里 就是这种火箭弹 已经跟俄罗斯 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射程 相对接近 所以现在看 两者的区别 正在逐渐缩小 难怪很多人 无法区分 日本再高明 大概有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分明出 这到底是火箭弹 还是导弹 那请教两位专家 这次其实朝鲜的火气不小 这火是从哪来的 应该说朝鲜认为 日本是欲加之罪 何况无辞 所以是对日本 对日本 杜先生 有可能日本人 是替美国受过 其实是对美国 好 孙医师请继续 确实呢 刚才杜老师也说到 这个火箭弹 和这个弹道导弹 可能呢 日本傻傻分不清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呢 就像一个杯子里头 有半杯水 那有些人呢 会说这是半满 有些人是半空 看你的这个理解 那对于朝鲜呢 进行发射之后呢 韩国方面呢 一般会比较谨慎 说这个朝鲜 发射了发射物 或者是发射体 这样的一种表述 那日本呢 完全可以这个 效仿韩国的这种说法 以一种相对的 这种客观的方式 来进行描述 但是呢 在这个火箭弹 和这个导弹之间 日本呢 直接就说成 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 这对于朝鲜来说呢 是认为日本呢 是故意的 是诚心的 而这个诚心的背后呢 就涉及到朝鲜 它在这种 核导能力发展的 历史的过程中 其实呢 联合国安理会的 多次的射朝决议 尤其是它的这种 制裁的措施 针对的是朝鲜的 弹道导弹的能力 一旦呢 你发了弹道导弹 那就是违反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那此时呢 各国呢 都有权利 对朝鲜进行制裁 能够对朝鲜进行施压 而朝鲜现在呢 应该说一个核心的关键 恰恰是希望呢 在这个联合国的层面上 能够放松 对自己的制裁 那日本呢 直接说 这是弹道导弹 无疑是捅到了 这个朝鲜的 这个废管子上 所以呢 对于日本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朝鲜肯定是非常愤怒的 杜先生 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很紧张 而且约定了时间点 包括谈判的内容 但美国没有明确回应 在这个特别愤怒时刻 日本又出来添乱 很有可能 这个火一下就发到了日本身上 而且弹道导弹 这几个字特别敏感 他告诉日本说 你不要说是弹道导弹 你应该说是 飞行轨迹 射成像弹道导弹的火箭弹 如果把这个区别进出以后呢 这个弹道导弹四个字 离朝鲜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因为只要跟这个四个字相关 无论是各方的制裁 包括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态度 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朝鲜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 把这火箭弹道 做得越来越像导弹 但是它也不是导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从技术角度 准确地分清我在做什么 这样对我的行动性质 就有个清楚的定义 如果把弹道导弹几个字 强加给朝鲜 那朝鲜很有可能 在周边形象 包括各种举动 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 所以对于这一点 它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继续请教苏女士 日本媒体还爆出 其实发现在朝鲜的境内 又多了几十个 混凝土的导弹发射装置 但这只是他们媒体的报道 而日本干了一件事情 把过去13次试射的 所有细节 给你列了一张图表 是不是就像杜先生所说的 他现在就在把你 往火坑里推 其实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从这个2018年 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出现了一些变化之后 日本的态度 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朝汉之间互相拥抱 实现民族和平和解 朝美之间也进行了接触 尤其是领导人的接触 是破天荒的 但是这个时候 强调朝鲜威胁的 最坚定的力量 不再是美国 而是日本 其实从去年开始 在所谓的朝鲜威胁的问题上 日本一般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单是进行一些梳理 甚至是进行一些发挥 比如说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日本的外相 河野本人就声称 朝鲜在准备下一次核活动 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说 日本已经监控到了 这个朝鲜在它此前 进行过核试验的设施 在进行挖土 然后有很多土方运出 日本已经进行了一些测量 认为正在进行 下一次准备等等 而此后马上引起了 美国媒体的 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 说确实朝鲜在有一些 这种相关的 让人不安的动向 这样的一种动向之后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朝鲜从没有停止 它的核岛的动作 而当时大家其实看得 非常清楚 朝鲜正在与韩方进行接触 正在推动朝韩之间的 这种领导人的会晤 所以朝鲜也是非常的愤怒 认为日本故意在拆台 所以应该说 对日本的这样的一种行动 也是进行了一次揭露 现在同样是 日本仍然在以描述朝鲜威胁 一方面在刺激美国国内的 对朝强硬派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 一些休闲扩军的活动 能够打一些埋伏 而对于朝鲜来说 朝鲜对日本的互怼 反而说明 在当前朝鲜的政策的选择中 进行新的核岛的活动 进一步地推高局势 并不是朝鲜的首选项 朝鲜更多的是 还是希望能够抓住 对话的窗口期 尽管这个窗口期正在消失 在争吵身中 朝鲜跟美国画出的 最后时间节点 也就只有20多天了 20多天之后 闹钟将会响起 外媒一致认为 平壤已经渐渐 对华盛顿失去了耐心 据朝中社12月3号消息 朝鲜外部省负责 美国事务的副相李泰成 当天发表谈话称 眼下朝鲜向美国提出的 年底期限逆天天逼近 朝方会准备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完全取决于美国的选择 自10月底以来 朝鲜高层多次发表公开讲话 矛头直指美国总统特朗普 朝鲜方面称 特朗普妄想把自己 和朝鲜领导人的 个人亲密关系 当作交易筹码 美国总统会为一年多来 不断炫耀功绩 付出英勇的代价 事实上 在2019年里 朝美关系乃至于 整个半岛局势 都可谓停滞不前 朝美领导人的两次见面 营造出了高光时刻 但是高光之外一片僵局 今年4月12号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施政演说中 正式提出 今年年底这个时间节点 要求美国拿出 符合双方利益的新方案 今年11月初 韩国方面一度宣称 第四次金特会 将会在12月进行 随后韩方又自己改口称 相关内容不实 随着朝鲜画下的 今年年底这个时间节点 越来越近 朝美之间 是否还有再进一步的可能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看门见山请教两位专家 您觉得接下来这20多天里面 可能会有大新闻吗 杜先生 不会有 不会有 杜女士 都认为不会有 为什么 杜先生 因为现在时间很紧 就剩20多天 进行各种谈判的准备 包括议题的设置 完全来不及 这种情况下 双方只能够用自己的行动 显示态度 所以美国来了侦察机 朝鲜把这个超级大口径 火箭弹进行了试验和试射 所以短时间可以进行发怒 但是如果谈判 或者是进行个别议题的深入交流 现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 闪电外交在历史上有 但现在看呢 如果依然延续这种 来去匆匆的形式 等于谈了白谈 如果下一次依然是这样 没有意义的无效劳动 效果依然是零 这样对朝鲜来讲无法接受 宋女士也认为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其实我们看这个时间点 对于美国来说呢 已经进入到的年底的 这种庆祝节日的时间 从这个感恩节之后 然后到圣诞节到新年 应该说在美国国内呢 很多人包括他的高层 心思呢 也已经不再制造大新闻 或者是进行一些大动作上 大家高高兴兴 把这个节日过过去 可能是很多人的 一个直接的诉求 当前呢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如果在这个对朝政策上 突然有这个大手笔 而大手笔得到的效果 又不如预期的话 那会产生一种反噬的效果 所以不如平平安安 把这个时间度过去 这似乎是一种更优的选项 请教杜先生 朝鲜也了解 美国人要过节的这个心理 所以就说 你会收到我们朝鲜 什么样的圣诞礼物 取决于你们美国的态度 请教一下 朝鲜这个大礼包里面 装的什么 这个礼包里一定是 装满了愤怒 既然现在谈不了也谈不成 见不了也见不成 那干脆在周边 小的战术动作 一定是朝鲜的举动 因为这些测试 对美国有可能 对着神经的挑度功能 不是特别严重 它至少没有打过太平洋 也没有对美国本土 构成威胁 它只是对美国的盟友 日本 韩国构成 比较大的威胁 我现在除了这个 大口径火箭弹的试射 大概今后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你包括今后 会不会有这种 暗房的火箭弹的试射 如果那个火箭弹 能打移动目标 那说明今后 具备了弹道式 反舰导弹的作战能力 那今后凡是进入日本海 包括周边海域的美国军舰 韩国舰艇 包括日本的作战目标 都是它的攻击对象 如果有这样的试射在其中 有可能对周边 这个神经的挑动功能和效果 也会进一步强化 所以这个礼包 很有可能中间没有鲜花 也没有奶油的味道 但是它有火药的味道 那请教苏女士 朝鲜准备了礼包 特朗普现在的心态 可能会是谁 应该说 特朗普当前是非常地纠结 同时也是非常地尴尬 如果按照他本人 不是美国 是他本人的意愿 那当然希望与朝鲜之间 达成一些大协议 如果有一份大协议 不但自己的政治遗产已经够了 不管连不连任都可以了 但是一方面 他在国内受到了 很多的这种精英层的约束 很多人警告他 在对朝政策上是有红线的 你如果突破了红线 朝鲜也许不会找你 但是我们会找你 尤其是在当前 国内弹劾调查 在进行的过程中 他不愿意得罪 国内的一些政治精英 得罪一些大佬 朝鲜的红线 他其实在意他国内的红线 对 这是他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另外我觉得 对特朗普来说 当前他还受到一个 现实条件的考验 就是对于他的地区盟友 日韩之间的关系 没有了朝鲜威胁 日韩更难以走近 所以此时美国也愿意 通过派派侦察机 吵一下朝鲜的一些动作 等一切的方式来告诉盟友 你们之间还是要保持联系 要交换情报 尽管美国能够把我们的情报 与你们分别进行分享 但毕竟你们之间的这种相互携手 还是非常有这种安全上的意味的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要突然对朝鲜释放一种善意 对于特朗普来说 确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两位专家的预测 二十多天之后 朝鲜设定的闹钟就响了 之后局势会怎么发展 宋女士 您先研判 应该说是还在僵局中 僵局会持续 对 僵局会持续 杜先生 依然是冬天 依然是冬天 好 宋女士 确实我们会看到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进程中 应该说可以做的动作已经做了 能够握的手已经握了 那下一阶段 涉及到的是核心的问题 是啃不下的硬骨头 如何啃这个硬骨头 从朝美来说 双方之间尽管有意愿 但也受到一些因素的撤肘 尤其是美国进入 大选的白热化阶段之后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 还顾得上 顾不上朝鲜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此时呢 双方之间更多地 保持局势的这种可控性 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 明智的一个选项 杜先生 虽然最过20天 能够听到春天的脚步 但是仍然是自然的节奏 如果从朝鲜与美国的关系来看 依然是严冬状态 美国虽然口头上讲得特别好 但实际行动一刻也没有放松 没错 制裁也没有解除 其他方面的军事压力 也没有完全消除 而且联合日本包括韩国在周边 对朝鲜的军事威慑行动 跟之前状态完全一样 一个兵也没有撤 一个导弹也没有撤 一艘军也没少来 各种眼泪行动 虽然是这个噪声降低 声倍分辨降低 但是它实际上的眼泪行动 一刻也没有停止 它对整个问题 没有解决的基本的依据 所以我们判断呢 在未来的20天 朝鲜与美国这条题依然是无解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央视防务新观察和我们互动 我是嘉明 我们明晚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